全程看完不笑,我倒立蹦迪 来呀 这可是你自找的啊 你要是不还钱 今天我就死了 我就死了 我还你 大爷,你没事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给我来盘鲍鱼炒饭 再来一盘鲍鱼炒饭 银耳拖头 全程看完不笑,我倒立蹦迪 来,显现一下 这我不是个什么 像什么? 像屁股 再展开一笑你们恨复的显现片 看一笑这个到底像什么 像一个男人的屁股 你又不说 哎,老师,哎,哎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你们欠我这话 咱干的鸡鸡就把这鸡骨打 好,赖过在后面上放的屁股 哈哈哈哈 放的 放的 干什么大了成屁股 哎呀 哈哈哈哈 全程看完不笑,我倒立蹦迪 我绑架你,你绑架我 给你电话 大哥,您忘了 刚才你们打我一下 手机掉了,摔坏了,没了 哼 哈哈 你咋办 咋办 没事,大哥 我一般买手机都买脸 别着急 我一直都买脸 你买家挺牛逼 买家挺嚣张的 记不记得你爹电话 记得 给你爹打电话 大哥给你爹借点钱,好使吗 好使 大哥,都是江湖人 这点规矩我懂 这么知道 你朝我爹妈都要点钱 多分我呢 请莫大哥 还多分你点 我绑架你呢,知道不知道啊 中规说你别瞎逼逼,你先给我俩松绑 你说这绑的好姐夫 你说你要给我撕票吗 你说你也捞不捞不着好 你说你没事 给你爹打电话 给你家里人打电话 我不要跟你废话 我绑架你,你绑架我 给你爹打电话 你妈身体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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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比你妈身体好 我问你妈身体好吗 哈哈哈哈 穿你小小的罐子 我问你妈身体咋样 我绑架你呢 知道吧 我绑架你呢 知道吧 你那个老瓜 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让屁给绷了 让猪给拱了 老婆 脾气别这么暴躁 以后成不了大事 至于小样 你妈不打你屁股 我看你有男的魅力 想跟你认识认识 你说这就跟我激眼了 你说我为了你妈身体好不好 这叫脏话 啊 你老瓜溢水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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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绑架你呢 光绑铁压架绑架你呢 知道吧 知道 啊 你应该害怕 害怕 啊 啊 哈哈哈哈 看到门神吗 看到门神吗 我是黑色会知道吗 好怕呀 我是黑色会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掐死你 电话号码 电话咧 电话咧 大哥呀 你刚才给我脑挂子一晃 电话号码 梦子 你是不是不信我弄死你 来宝贝说后边别我吧 加多人姐 威蝶小爷 来别我吧宝贝 我别你奶奶跟泡上 哈哈哈哈哈哈 全程看完不笑 我倒立蹦迪 发光大人 我们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证明我当事人 当晚整晚待在家中 10点40 我当事人回到家中 他在微博上 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这是一条营销微博 我当事人有5万元的收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当晚11点我当事人在微博上 与自己的粉丝亲切互动 10分钟后 他登陆自己的微博小号 在国内某知名男演员微博下 留言漫骂 盖楼30多条 10分钟后被拉黑 哎哎 哈哈哈哈 20分钟后 他继续在微博上 发了一张自己在看书的照片 并写下 宣孝的城市 只有读书能让内心平静 这本 就是当时我当事人看得出 哈哈哈哈哈哈 于11点40分 朴先生登陆国内某知名整容网站 并用自己的邻居的姓名 注册了VVIP 朴先生已经是国内知名演员 依然 时刻在意自己的形象 他预约了明天早晨10点 双眼皮手术 哈哈哈哈 十七日晚零点 朴先生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 摇到了附近两位异性 并通过语音调戏 索料照片 和位置确认之后 最终绝对放弃 人是我杀的 帮我走吧 谁也帮我走吧 谁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BEEP